三山国家风景区 包括石头山、梨山与八卦山 梨山风景区位于台中市和平区 包括梨山、福寿山农场、丝园崖口、德基水库与谷关温泉区等 我们可以从台中、南投、宜兰或花莲等地进入 行径在蜿蜒的山路中 四周绵延的陡峭山巒雄伟壮丽 峭壁峡谷间溪流蜿蜒 变化多端的云海景色秀丽清雅 好像一幅幅美丽的画作呈现在我们面前 令人赞叹 现在就跟我们一同悠游梨山先进 感受梨山之美 位于平均海拔两千公尺的梨山 碧林雪坝及泰鲁阁国家公园 四周三千公尺以上高山群风耸立 山是壮阔 气候四季分明 这里素有山中瑞士的美称 是夏季之名的避暑圣地 悠游梨山 赏花 彩果 石峰 远眶山 远眶山 雪景 欣赏云海的变化万千 梨山 远眶山 远眶山 梨山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 正等着你我亲身经历 梨山宾馆建于民国五十四年 位于梨山的中心 为梨山地区最早兴建的旅馆 典雅的中国宫廷式建筑 黄瓦红梁 美轮美奂 古色古香十分显眼 成为梨山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地标 这里曾经是先总统蒋中正先生的行馆 也是中外持名的度假中心 一旁的梨山游客中心 是由宾馆的咖啡厅改建 提供梨山旅游相关资讯 上方的观景平台 是赏景的绝佳眺望点 宾馆前的四季赏花园区 一山市种植各种花草树木 樱花林与各式的枫树 将这里装点为梨山另一个美丽的景点 临近的蓝圣楼 则是观赏云雾 溪谷的空中阁楼 远远望去诗情画意 梨山的发展与中横的开发息息相关 可以在梨山文物陈列馆 回顾中横公路开发的英勇事迹 中横公路是由农民用徒手 斧头 圆锹 炸药 一步步开凿出来 过程背极艰辛 是当时国内外相当知名的兼具工程 民国四十九年 中横公路开通后 梨山地区的发展 更是农民及当地住民 便手之族开发而成 原始山林从此碎变为风光明媚的旅游圣地 馆内并介绍泰雅族人的文化 珍贵的古文物 让我们更了解泰雅风情 梨山开发最为成功的典范 是著名的福寿山农场 平坦开阔的山丘环绕于群峰之间 视野一望无际 随着四季更替 农场有着不同的面貌 春天各类果花陆续绽放 生意盎然 到了夏天 水果陆续成熟 娇艳欲滴 秋日时分 波斯菊花海与风红 成了最耀眼的主角 冬天低温时 白雪降临 又将农场装饰为北国风情 美丽的农场景致 往往吸引了许多游客在此驻足 令人流连忘返 农场的最高点天池 松林环抱 静谧的池水 每当午后时分 云雾缭绕其间 宛如人间仙境 池畔的达官亭 曾是先总统蒋中正先生的行馆 如今是一座精致的咖啡小馆 此外这里也是观赏夕阳的最佳景点 当夜晚来临 繁星点点 吸引了许多游客 造访观星或夜宿野营 离山风景区因大甲溪环绕 形成峡谷与河街地形 最东端的思源崖口 是大甲溪与蓝阳溪的分水岭 在此可以看见谷中分水 与河川席朵等特殊地形 环流秋 圆剧场河街 角街 嘉阳冲击扇 都是溪水冲刷而成的天然佳作 此外大甲溪丰沛的水量 使得大甲溪流域成为台湾重要的水利基地 沿线有许多水坝及发电厂 其中以民国63年完工的德基水库最为知名 德基水库海拔1400余公尺 是台湾第一高坝 坝前蓄水形成的大湖 与远方的青山相互辉映 十分秀丽壮观 离山风景区的西段 则是知名的谷关温泉 谷关温泉的开发有百年历史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孕育了绝佳的泡汤空间 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在此设立国内第一个以温泉文化为主题的温泉文化馆 管外的谷关温泉公园 绿树成印 泳泉 泡脚池等设施完善 是来到谷关旅游的好去处 位于高海拔地区的离山 溪水与山林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生态 其中已连接福寿山农场游客中心 与天池的离山天池生态步道 林象最为丰富 原始真叶林浓硬碧天 台湾特有种中的云山 红筷 扁薄 沿途事业极佳 可远眺雪山 桃山 品田山等名山 气势磅礴 是欣赏高山洞植物的好地点 山谷里原生植物有二叶松 山樱花 也都极具有观赏的价值 离山生态环保步道 是离山知名的赏鸟据点 大批鸟类来自栖息与觅食 在此可以观赏到十几种以上的珍贵鸟类 也能欣赏到台湾高山特有的蜀凤蝶 在花丛间飞舞的美丽身影 丰富的动植物生态 是离山风景区最珍贵的天然资源 除了丰富多变的自然景观之外 离山的人文风貌以泰雅族文化最具特色 部落大多分布在环山一带的山坡台地上 远远望去宛如一座一世独立的空中之城 泰雅族文化中编织与文面 是最具代表性的两项特色 泰雅族的纺织品花色丰富细致 质地柔软舒适 文面象征了荣耀、成年、辟邪与美观 但如今已经成为历史的印记 传统乐器孔黄琴 是族人表达情感、传递讯息的工具 非常具有文化意义 特殊的地形气候 不仅造就了离山傲人的美景 更使得离山成为优质农产品的产地 高冷蔬菜、温带水果 与茶叶是这里的主要农作物 味美甘甜的高丽菜 品质极佳的青蒜 与水蜜桃、雪梨、蜜苹果、蜜梨等 十数种温带水果 都是极受欢迎的珍品 而知名的离山茶 则因为空气中的湿气 含养了茶叶中的水分 使得茶叶耐酒泡 香气十足 其中以福寿山农场的福寿长春茶 最为知名 此外古观的巡龙鱼大餐 与午夜松枝 离山的水果餐等 也是令人赞不绝口的道地美食 从中横的开发 我们看到了离山的历史 从四季的变化 我们发现了离山的美 而丰富多样的人文物产 正等待着我们前去探索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行列 一同造访离山仙境 徜徉在大自然的画作之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